大家晚上好,欢迎来到投资美股日记YouTube频道 今天是2021年1月13日,星期三 下面我们给大家简单回复一下今天美股大盘的表现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基本上持平微跌0.03% SNP500指数上涨0.23%,拉斯达克指数上涨了0.43% 这个是我们公开的一个投资账户的表现 今天收益有大概2400美元,涨幅达到1.9%,超过了大肆的表现 大家记得在我们第一期节目里面呢,今年年初的第一期节目里面 这个账户在去年年底时候的总值呢,大概还不到12万美元 所以目前在新年开始之后两个礼拜,不到两个礼拜,有大概有一定的收益还不错 就是说也随大势的这个起起伏伏 虽然经历了很多大家知道的美国政局的变动荡 这个投资账户的目前的表现还不错 我们看一下现在持有的几只股票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目前的仓位呢 是六只股票和一个股票期权 在六只股票里面呢,有三只都是Spark之类的股票 包括APXT,BTW和GHIV 他们呢都今年有望完成并购 并在实现帮助一些初创企业实现在美国的IPO 我们在去年年底建仓的工业股福特 建仓价位大概在8块8美元左右 目前呢已经上涨到9块7毛4 另外两个呢 是我们长期持有的腾讯和推特股票 今天这两只股票呢都有一定的上涨 其中腾讯涨幅更是达到近3% 这个呢主要是出于消息面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放弃了将腾讯 阿里巴巴 百度等中国互联网巨头 从美国交易所下牌的计划 这呢让这三只股票今天在美国都有大幅度的上涨 在今天收市之后呢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弹劾特朗普的议案 所有民主党议员投票支持也有十位 共和党议员投票支持弹劾特朗普 这个应该是市场预期之类的 弹劾议案的通过 应该不会影响明天股市的大盘 但是呢在本周剩下的两个交易日之中呢 美股仍然会受到美国政局动荡和各方势力 就后特朗普时代 如何他们这样如何在策略上和政治经济政策上 如何来影响华盛顿展开一场博弈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见